經常有人問我有脂肪肝 怎樣可以令脂肪肝好 怎樣可以逆轉 脂肪肝這個問題都相當之普遍 有些人身體檢查的時候 可能照超聲波 或者他驗血的時候 發覺那些肝酵素有些升高了一點 接著再照肝才發覺有 脂肪肝這件事以前我們對他認識沒那麼深的時候 就以為他都沒什麼 應該都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後來我發覺脂肪肝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未必有什麼 但是有部分人可能都是小部分 他除了脂肪積墜在肝之外 脂肪積墜下積墜下 原來慢慢有一些發炎傾向 變成肝就在慢性慢性發炎 如果時間夠久的話 等於你好像損了傷口那樣 損了發炎然後就康復了 裡面如果你重複重複是這樣發炎 傷了又發炎然後就康復了 就會留一些疤痕 那些疤痕就慢慢越積越多 那麼最終最終有部分人就會演變成肝硬化 那麼肝硬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肝硬化就會影響肝的結構 因為肝裡面有很多重要的血管 那麼變成肝硬化了 那麼變成肝硬化了裡面 變成肝硬化了裡面的繫維組織的話呢 它就會捕住肝裡面的那些血管呢 那麼就會擠壓一些血 就會捕在那個食道周圍的 那麼如果認真厲害呢 肝硬化的人呢 有時候如果譬如說它吐的時候呢 會吐損那個食道 因為食道周圍又變成肝硬化了那些血管呢 有時候會吐到大出血 不斷吐很多血出來都會吐的 那麼所以呢 這個結構上是一個問題 肝的功能呢 肝有各種 比如說消化身體的那些 譬如藥物 會製造膽汁 消化一些脂肪 維持身體的溫度 各樣的功能都會受影響 所以如果到肝硬化的話呢 就相當之危險的 肝由正常變成脂肪肝 由脂肪肝變成肝硬化呢 整個過程裡面呢 基本上都是沒有什麼症狀的 那麼最慘的一件事呢 就是說有些人呢 就比如說你如果說驗血驗到 肝功能肝酵素有些升高 通常是升高一點點的 肝酵素有些升高 但是又不是很高 那才照肝才發覺有 但是有部份人呢 連肝酵素都不會高的 那變成如果你不是特別去照 就真的不是很留意到 照下去呢 即使看到脂肪肝呢 那麼你看到有脂肪肝呢 你又不知道它有沒有發炎 很難判斷它會不會有發炎 那變成有時候都很難去判斷 究竟那個脂肪肝呢 應不應該要做些什麼 或者會不會有幾大風險呢 變成肝硬化 有時候很難判斷的 那麼大家最近可能都會有聽過 有些腸胺腸胃科 肝臟科醫生呢 都會建議你做那個 照那個肝 檢查一下肝的硬化 那個測試 那麼那樣東西呢 它就是看看有沒有肝硬化 它又不是主要看脂肪肝的 差不多它主要都是看一些 會不會說很後期的變化 就是說會不會已經有肝硬化的現象呢 它就透過一些聲波 看看它經過肝的速度快不快 如果它肝硬化了 裡面有些纖維組織 那些聲波就行得慢一點 去判斷它究竟肝有沒有硬化的現象 從而去看究竟問題有多大 所以檢查也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真的想預防脂肪肝 或者我已經開始有些脂肪肝 那又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那我怎樣去盡量可以避免變成那個肝硬化呢 對了另外我忘記說一樣 肝硬化也都會演變成肝癌症的 肝癌症也是跟這個胰狀的癌症一樣 死亡率就極之高 第一樣事情要留意的就是飲酒 就是大家現在香港人也很西化 很多時候都會喝紅酒 去酒酒酒酒酒mat 如果喝酒多的話 你就要特別小心一點 間不中都要去鹽一下血 或者照一照超升波 看看有沒有脂肪肝的現象 因為喝酒多是引起脂肪肝的一個主要原因 就算你完全不喝酒是否没有风险呢? 也不是的 脂肪肝也跟其他病例如代謝终合症 有关系 假设你有糖尿病、血脂高、中央肥胖等 如果有那些病例 通常你患上脂肪肝的机会也是高一些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问题 偶爾都要验一验血 照超声波就最稳妥 如果你有脂肪肝如何避免它再变坏呢? 唯一应该有效的就是避免喝酒 尽量少碰酒精的饮品 要维持正常的体重 避免中央肥胖等 要多些运动才行 吃饭的就要尽量清淡一点 保持理想体重 就算不能逆转脂肪肝 起码都可以减减它变成严重 或者变成肝硬化的机会 今天就多谢大家收看 最近因为用了新的剪片软件 声音、颜色或影像 可能有些不理想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就再想办法改进 多谢大家收看 记住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